真的是怪台嗎 這個累壞了所有台灣的氣象人員 相隔4年多登陸台灣的海魁颱風 居然二度登陸嗎 因為昨天晚上8點鐘 已經從高雄出海 只有今天清晨3點多 二次在高雄登陸 那氣象局提醒 雖然海魁已經變成了青台 但是於是很驚人 郭嘉明 海魁才剛走 下一個颱風又將生成了嗎 對 沒錯 因為現在進入到9月份 它其實是繼8月份之外 就是另外一個颱風特別容易生成的一個月份 不過我們先來看到海魁 因為這颱風真的是間隔了1472天 終於有颱風登陸 而且這登陸還不是只登陸一次 登陸兩次 所以有人就說這跟這個電影 這個裡頭方長鏡一樣 我跳進去 我都跳出來了 靜靜出出的 但是這一次其實真的也對東部地區 造成很大的災情 先來看到在這個台東的東河 因為它是一個登陸點 所以你看到風強雨大 甚至還觀測到了在東河這邊 最大的強盛風來到了16級 我們上個禮拜講到美國的這個颱風 就是義大利亞 它同樣也是刮起16級的這種 致災性的強風 所以你看這個雨大 風大 樹倒的倒 甚至招牌也都倒掉 那當然這個颱風其實進入到 中興登陸之後 其實走得也算滿快的 四個小時它就從高雄出海 不過剛剛明君講到 二次登陸主要就是因為 它出海之後是又往北走 結果沒有 它在高雄的這個左營 又再登陸了一次 所以在昨天晚上開始 其實在高雄降雨的狀況 就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現在當然開始 它重新重整了它的結構之後 現在已經有穩定的這一個 引導氣流是要往這個 西的方向 也就是往中國的方向來前進 不過要注意到 因為這個颱風它比較強的 這個雨雨帶 是在它的比較偏南方向線 所以當它在往西走的時候 這個向線的這個雨帶 會不斷的進入到南部地區 所以這就為什麼 在高雄 屏東這幾個地方 包含到了今天 包含到了明天 降雨的狀況都會非常的明顯 而且因為它出海之後 其實速度比較慢 那剛剛明居然講到說 另外一個準颱風 鴛鴦 預計在明天就會形成 那這個鴛鴦它的位置 其實是在菲律賓東方的海面上 在距離這個土石比較遠一點 還好它比較晚深層 如果說它提早深層的話 那它就會牽制住 這一個海盔的速度 所以可能會把它拉過來 對 所以到時候 還好是比較晚深層 那明天深層之後 預估是往日本走 對台灣也沒有直接的影響 那先來看到台灣 在這個禮拜天氣狀況都不穩定 先來看到這個定量降水預測 剛剛講到 因為颱風它會帶進來 比較偏西南風 所以包含在迎風面的南部地區 降雨的狀況 都會持續變得比較明顯一些 那包含是到了明天的白天 明天的晚上 那這樣的天氣 還要持續到週末 天氣才會慢慢的好算 一整個禮拜都要下雨 對 所以這個禮拜 天氣狀況在低壓帶裡頭 都不是非常的穩定 所以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別留意 再來看到 在這一次颱風帶來的災情 有多嚴重 先來看到 台東剛剛講到 不是只有東河這風強雨大 因為這邊是颱風的一個登陸點 所以這學校的這個籃球場 就有人看到這個畫面 龍捲風 龍捲風 對 所以你就想說 龍捲風台湾已經很少見了 那你這時候颱風來 還出現這個龍捲風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也是因為颱風的 這個內部當中 有比較強的一個對流 所以就出現了 非常罕見的一個龍捲風 那另外包含 這是降雨的狀況 當然花蓮的部分降雨 是已經將近1000毫米 那不要忘了 在南投的山區 在南投的山區 其實降雨也是非常的一個明顯 你看這個南投的信義鄉 土石流都已經沖刷下來了 所以趕快 這個路都斷了 趕快出動怪手 必須要把這一個民眾 趕快是給撤離出去 因為非常非常的一個危險 因為你要是晚一步走 那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也非常擔憂 那另外剛剛也講到 就是颱風在接下來 對於南部地區的降雨 會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在昨天高雄 這雨是風是一來 那個整個淹水是已經淹到 幾乎是一個輪胎高了 就失去 對 所以到了今天晚上 這個高雄南部地區 都還要特別留意 不過大家在想 海葵很厲害 海葵很厲害 但是你知道海葵 其實這個名字 是最近這幾年才開始用的 之前叫什麼名字 他叫什麼名字 之前叫做龍王颱風 龍王颱風我有印象 對 這叫2005年龍王颱風的 一個陸進圖 你看它當時是一個強烈颱風 也是從這個東部來登陸 那從西半部來出海 結果那個時候在花蓮地區 就已經造成這個降雨 是超過700毫米以上 台灣就造成兩死73傷 所以你看當時整個在 你看這麼粗的一個水泥柱 通通都被給吹斷了 那當然不是只有在台灣 造成這麼大的一個影響 它登陸到福建之後 造成大陸147死 而且超過39傷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你看除了淹水之外 當時在福建有一個 武警的一個訓練學校 當時心生訓練正在進行 結果颱風一來 大雨一來 整個吐石衝刀下來 85個人被活埋 所以有85個人全部都是 死亡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麼嚴重的一個災情 所以北京就建議說 龍王颱風我要除名了 不要再用了 之後才變成海葵 結果沒有看到這個 龍王颱風之後變成海葵 這次也對台灣造成 很大的一個災害 所以海葵是龍王的轉世就對了 但還好在台灣沒有造成 很嚴重的災情 不過到大陸的後續的風雨狀況 就要再做觀察 但是說真的嘉明 每次這個颱風一來 大家擔心什麼 第一個是風很大 在路上走 可能會有一些這個 鐵皮掀起來 樹被吹倒打到人家 問題是可能還伴隨著雷擊 雷擊就一定要特別小心 如果說發生雷擊 哪些地方不要靠近比較安全 其實這次颱風 因為它在颱風的內圍當中 它堆流非常的劇烈 其實也就跟我們午後熱 堆流一樣 我們一打雷 閃電 下雨等等的 所以這一次 其實也有很多地方出現雷擊 不過雷擊真的非常的危險 其實大家這個打雷的時候 盡量不要待在外面 西外不要去 對 當然人家會就說 被雷打到的機率很低 不過但是就是有人 你說他很倒楣 還是要說他運氣很好呢 來看到中國貴州 這個流星男子 他短短五分鐘之內 被雷打到了兩次 他第一次被打到的時候 他就昏厥了 然後結果後來他醒來之後 發現我在哪裡 就一道閃光又下來 又打到他 打到兩次 結果他第二次被打到之後 還是活了下來 太幸運了吧 那接著他就自己 跑去醫院來就醫 結果發現他的腳 腰 跟臀部的部分 有多處都是像這樣 被雷打到 有這種電燒傷的一個狀況 那之後還好 他經過治療之後 當然傷口比較深 需要比較多次的 這種精創手術 才有辦法恢復 但是至少是撿回一命了 那大家一定會問說 到底這個打雷狀況 有沒有辦法預先知道 我應該預先要先避難對不對 至少你看天氣 天空開始黑了 最後就要注意 那另外一個 包含像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是一個外國女子 他在跟餐的時候 你看他頭髮全部都豎起來了 有沒有 對 應該都豎起來了 對 所以這個東西 你就要小心 因為表示你身邊 開始有一些靜電產生 真的嗎 對 所以這個 你不要覺得說拍照起來很好笑 你覺得很搞笑 你變超級賽亞人這樣對不對 沒有 小心 因為雷吉就要來了 因為有一個英國的女子 她同樣也是在這個海邊遛狗 結果遛著遛著 她發現她的頭髮 就跟剛剛畫面中一樣 也都全部都豎起來了 而且我過沒多久看到 遠方開始打雷 接著她覺得她包含這種頭 到前額頭開始有麻麻的一個感覺 那她把這個經歷 跟她這個照片PO上網路 人家就想說 你真的是命大逃過一劫 因為通常這樣的話 表示你真的要被雷吉了 不過還有當時 穿過她身上的電流 並沒有到太強 所以也沒有造成太大的一個傷害 所以這個額頭有一點點刺刺的感受 對 有沒有感覺到刺刺的 就是這樣子 所以頭髮這個只要立起來 大家就要特別留意 不過其實說到雷吉 在國外還是有一些傳奇發生 因為你知道金氏世界紀錄上面 人一生當中被雷打到最多次了 你知道是幾次嗎 幾次 總共七次 怎麼可能會有人一次被雷打到七次 前前後被打到七次 而且重點是她還活了下來 這個人是誰呢 就是她 這個人叫做羅伊蘇利文 其實她的工作其實也跟她 常被雷吉有關係 因為她是這個 國家公園的一個管理員 因為她常常要尋山 要不然你要站在高處瞭望等等 非常盡責 但是她從1942年開始 前前後後被雷打到了七次 而且她都存活了下來 你看她身上還留下這麼長的一個傷疤 真的很多雷吉的痕跡 所以這件事情也被列為 她是金氏世界紀錄的一個保持人 因為從來沒有人 你知道被打到一次都已經很難了 更換你還要被打到七次 所以當然最後她在這個之後離世 也不是因為雷吉 所以你看這個狀況就非常的特別 那除此之外 你覺得打雷 能活下來已經是奇蹟了 再來告訴大家另外一個奇蹟 這個人是在2015年 其實距離現在也沒有很久了 8年前 美國這個男子他叫馬天卡馬喬 那他在高爾夫球場工作 明君你看這兩張照片 有沒有覺得 好像這兩個長得很像對不對 姊妹吧 姊妹 不是 至少是兄妹 沒有 這兩個人是同一個人 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 對 這個事情就是這樣 因為他當時在高爾夫球場工作的時候 遭到雷吉 送醫之後是撿回移民 兩天之後他醒過來 但是他對於過去那些記憶記的 不是這麼樣的一個清楚 不過他發現說 我講話聲音怎麼好像變得比較尖了 我知道男生聲音比較低沉 他發現我講話聲音變得比較尖了 之後甚至還在胸前是長出了胸部 怎麼可能 他覺得不可思議 連醫生都覺得怎麼可能會發生這個事情 好 那我們來進一步檢查 好不好 結果後來發現他身體裡面 他的雄性激素已經完全停止分泌了 等於說我體內完全沒有雄性激素 被雷打到之後不分泌雄性激素 改分泌雌性激素 對 沒錯 所以他後來雌性激素是大量的增加 所以縱使醫生就覺得說 那好 不然我想辦法來幫你挽就好了 我幫你注射這個搞酷素 搞酮素 結果後來還是沒有辦法 你壓不過他不斷分泌的這個雌性激素 對 嘉明他現在變成一個女兒生 他現在變成一個女兒生 所以你看這兩張照片 同一個人 這是在雷擊之前 這是在雷擊之後 竟然被雷擊之後還有辦法 男生變女生 這已經夠神奇了吧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人生經歷 對 再來還有一個人 也是被雷擊之後 他的人生有了大翻轉 這個人是美國一個整形醫師 過去是開刀的醫生 叫做托尼希克里拉 他之前在打電話 電話停的卡電話 結果突然打雷就直接打到他 結果後來他打到他之後 他也是倒地 送醫之後撿回一命 但是他剛開始只是覺得說 感覺好像反應有點遲鈍 記憶力變得比較不太好 但之後他發現 我對於這個鋼琴曲目 好像越來越感興趣了 甚至我沒學過鋼琴 突然有些靈感這樣 我還會彈鋼琴 怎麼可能 他沒學過鋼琴 所以你看畫面上這一個 就是他 就是他 他現在被雷打到之後 開始會彈鋼琴了 我無師自投 而且甚至還創造出很多的名曲 也到處開這個演奏 有一些本能被激發了 對 所以他現在變成一個鋼琴家 我看聽起來不可思議 但是真的發生 另外還有一個 62歲的這一招 艾德溫羅賓森 他本身是耳朵有些 聽力上面的一些問題 聽不太清楚 聽不太到 甚至也因為發生車禍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也跟著失明了 等於說我聽不到我也看不到 結果但是再一次雷擊 打到他之後 我不只聽得到我也看得到了 怎麼可能 所以他就覺得說 我都六十二歲 這是怎麼原本想說人生就這樣子 結果沒有他聽得到也看得到 不過沒多久他就開始抱怨了 因為以前聽不到老婆唠叨沒關係 但現在都聽得到 他覺得很煩 以前很安靜 現在突然覺得很吵 對 所以這個當然 人生當中也變了很大的改變 不過科學家 對於這些雷擊的事件 開始去做分析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 你注意到美國 你知道一年大概有1500個人 遭到雷擊 其實人數的部分還算蠻多的 那有兩個共同點 第一個 就是他們在身上 都會出現像這一種 像閃電般的一個紋路 有人說這個是索爾的禮物 但是在身上這個閃電紋 你看每一個被打到的身上 都有這樣的一個紋路 那主要就是因為 強大的電流進入到身體當中 它血管有一些爆開的狀況 所以留下這樣的紋路 那另外一個巧是什麼 男生比女生容易被雷擊 根據統計 反而男生比較容易被劈到 對 這絕對不是說 因為男生喜歡亂手 如果是怎樣 我就天打雷劈 對 但是不是 那主要是因為雄性激素 你分泌出來 你當然男生比較容易 可能喜歡出外冒險 那當然就增加被雷擊的一個風險 那當然有時候也因為工作 都在戶外工作 那也增加被雷擊的風險 所以現在看起來 當然雖然說這個男生 這個被雷擊的機會 比較高一點 但是不管男生女生 真的看到天氣變了 看到頭髮豎起來的時候 真的盡量躲到室內 避免自己遭到雷擊的一個可能 沙漠通常是乾旱無雨 但最近在美國的內華達州 卻出現了暴雨 連帶影響到 目前在當地舉辦的 慶典活動火人祭 變成了大型的災難現場 原本乾燥的沙漠地帶 瞬間變成了難泥地 7萬的狂歡人士受困 全身沾滿爛泥 馬上從火人變成泥人 但我們常聽到深陷泥沼 還真有歧視嗎 學哥 聽說阿拉斯加有一個 會吞人的泥灘 一踩進去就沒有小命 對 我們先來講一下 內華達每年的火人祭 它已經進行了好幾十年了 對 很熱鬧 對 每年都吸引了大概 全美國跟全世界 大概六 七萬人到這個現場 很多人都開車直接過去 就在這個黑岩沙漠上面 有沒有 開趴 對 開趴 他們主要的重頭戲 火人祭就是弄一個木偶 木頭雕刻的人像 旁邊再雕一個小一點的 小狗的像對不對 就開始用火來燒 這個火要燒兩三天 你看 一直燒有沒有 燒很久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說 這就另類的營火晚會 對不對 很高興 可是不一樣 今年的火人祭有沒有 它變成了泥人祭 泥人祭 為什麼你知道 內華達 就是我們講說 這個是沙漠的一個州對不對 對 內華達州最有名 就是篤城拉斯維加州 它就是一個沙漠 怎麼會下大雨 對 就是沙漠的時候 竟然暴雨襲擊你知道嗎 而且更扯的是你看 二號那一天 就下了多少 六英寸 他們講六英寸 就大概15公分 150公里的雨量 那接下來三月 又降價了什麼 76公里的雨量 所以你看 沙漠竟然下這麼多雨 而且你知道嗎 沙遇到了水之後 會變泥對不對 所以你看 變成泥人祭 那現場參加活動的七萬多人 被受困了 動彈不得 他們現在只能怎樣 靠著裡面的一些酒吧 一些什麼生存有沒有 跑到那個你看 在那個泥巴裡面 泥泥地這樣走 這樣走路好不舒服喔 對 不舒服而已 他們還用了很多的塑膠套 有沒有 把那個鞋子套起來 不說真的 那浪漢不會這樣走的時候 你說真的 走得到 你就痛苦到哪裡 對不對 好啦 那我們就講說 除了這個 內華達的火人祭變泥人祭之外 其實在美國有很多地方 走路真的要小心 這個是阿拉斯加州對不對 阿拉斯加大家講說 巨大的冰川對不對 那個沙灘也是有那個碎冰 在那邊游 很漂亮 那大家覺得這不錯 這個很漂亮對不對 可是現在就發出警示 告訴你說你到了阿拉斯加 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只要看到有泥泥的泥灘 拜託你千萬不要踩過去 為什麼 下面是無底深淵 下面是空的 對 你看我們這個畫面 是有一個人拿了一個五磅重的石頭 對不對 就把它丟到那個泥灘裡面 一丟進去你看 那個泥頭 那個石塊有沒有 旁邊開始陷出很多的水分出來 對不對 那沒多久 對 你看這個水開始陷出來 對不對 那石頭慢慢慢慢的就往下沉 沉到哪裡 根本不知道 那為什麼這個大家現在提出呼籲 對不對 其實在阿拉斯加這個地方 說真的人也不多 可是人不多更危險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出什麼問題 沒有人可以救你 對 沒錯 所以今年五月的時候就有一個男的 不小心踩到這個泥塔裡面 對不對 他就開始就好像進入流沙一樣 他整個半身就陷在裡面 受困在裡面 然後也跑不出來 對 他就是因為呼叫無門 沒有人看到 沒有人發現 好 那除了說阿拉斯加 或內華達這個地方 其實還有一個很詭異的地方在美國 叫做夏威夷對不對 夏威夷這個地方 本來它的東南在這個地方你看 普納魯黑沙灘對不對 這個是大島 對 這個大島裡面 東南角的這個地方 這個沙灘怎麼了嗎 這個沙灘很漂亮你知道嗎 它是世界少有的叫做黑沙灘 沙子是黑色的 對 人卡威 或者歐洲有些地方 也有那個黑沙灘 你看看過去 沙子都是黑色的 所以這個有時候人家就覺得說 看起來真的很漂亮 為什麼 跟海水的深藍色 跟黑色的那個沙灘 映照起來 很多人就很喜歡來這邊度假 對 跟對比很強烈 很多人帶了這個石塊回家之後 就不知道怎麼樣 事情運勢就一直不順 甚至什麼出車禍 或者家裡面的人生病 甚至更嚴重的 還有人死亡 遭遭的人死亡 所以你看夏威夷旅局 就官方警告告訴你說 切勿取走夏威夷境內的任何殺死 官方旅遊局都這樣警告你 對啊 當然是人家 齊來有志 真的是有什麼詛咒嗎 人家就說 沒有啦 這旅遊局都在騙人 當然是不需要你拿走 觀光生地的一草一木 對啊 每個人來玩 拿一堆殺一堆石頭拿走的話 我們這個地方 以後沙灘就沒有黑沙灘了 對不對 怎麼會把你這樣拿 所以很多人就不信邪 就真的把他帶走 好 那最有名的是誰 這個是鳳凰衛視的一個主持人 叫做窦文濤對不對 他曾經去夏威夷出差 就撿了一個黑石 他覺得說這黑石 真的長得很漂亮 帶了兩三塊石頭有沒有 就放在行李箱裡面 他一回到香港之後 沒幾天 就發現說他最好的朋友 竟然猝死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 死了為什麼是他最好的朋友 對啊 怎麼不是他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是這個 可是後來他就覺得說 事事不順 連喝水都塞牙對不對 很多事情都出了很多問題 那怎麼樣解詛咒 所以何人家就問他說 你是去夏威夷拿了什麼東西 他就拿出那偷來的兩塊石頭 我就怎麼帶了這個回來 後來很多人就跟他講 這種東西不能拿 開玩笑你拿了之後 這是有詛咒的 你把它帶回來說 難怪你事事不順對不對 那最後怎麼樣 他就趕快把這幾顆石頭 寄回去夏威夷旅遊局 而且還寫上他的故事 寫說我到底發生了哪些 不順的事情 而且最後要註明 道歉 其實說真的 這個夏威夷的旅遊局 自己也說 每年都會從這個 世界各地收到很多遊客 寄回來 從黑沙灘取走的黑石頭 大家都會怕 真的拿回去 就有不好的事情發生嗎 對 這個也是一個例子 這是在當地媒體報導的 就是一對夫婦 就是去夏威夷旅遊對不對 他就取了火山島裡面 取了塊石頭 回到美國的家對不對 因為石頭實在是太吸引人了 黑瘦瘦 金 黑金 黑金 黑金真的很漂亮對不對 哪知道 他的丈夫明明知道說 這個聽說以前 這個地方有個獨咒 他怎麼樣都不相信 他老婆怎麼苦苦勸說 不要找 他不相信 硬是把他帶回去 可是回到家之後 當天他就在街角有沒有 就被汽車撞死 人家很巧合 這怎麼有這麼剛好的事情 好 那另外一個案件 就是一個年輕人 也是取了一尊那種沙子有沒有 很多不是說那個瓶中沙有沒有 帶回去之後一個禮拜 開車的時候眼睛一黑 就被車子一撞 兩條腿都給斷掉了 那人家就問他說 你到底是怎麼樣 他就說真的 我不知道 就是拿了一堆沙子而已 人家就講說趕快寄回去 另外一個觀光客是怎樣 他帶了這個黑沙回家對不對 沒多久之後 心愛的寵物就死了 害他旁邊的人狗 對 三年內 他竟然跟他的未婚妻也分手 最後還因為什麼 不小心上電腦儲存了一個東西 被人家依照什麼 侵占那個電腦作權 被抓到監獄裡面 這也太倒楣了吧 對 連那個警官都跟他講說 我這幾年來 不要看見你這樣 所以人家就講說 到底拿這些沙有什麼問題 後來好 那我們再告訴你 剛才不是一直講詛咒嗎 詛咒從何來 第一個 就是貝利女神的詛咒 這個是以前夏威夷群島 這個地方的話 有一個叫貝利女神 他孕育了整個夏威夷群島 對不對 所以他認為說這個火山 黑沙跟這些扶石 都是他的小孩對不對 他會對於這些人 把他的小孩都給偷偷帶走 你把我小孩拿走了 不行 不行 你要向來 不然你就會受到我的詛咒 那另外一個 比較恐怖的詛咒是怎樣 這個是什麼 夏威夷以前的土著 是玻璃尼西亞人對不對 他們後來這個白人進來 就進入這個地方之後 就跟這個 就跟美國本土一樣 印第安人 常常不是在戰鬥殺戮對不對 原住民 後來就很多酋長對不對 就被人家殺害 那殺害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酋長 他可能怨念很深 就很大對不對 他在臨死之前 斷氣之前就下了一個詛咒說 以後 只要取走夏威夷土地的人 都不得好死 夏威夷土地包括什麼 當然是石頭石塊跟砂石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看偷了東西 這個一定會受到詛咒 就是這個原因而來 好啦 那除了夏威夷在 其實最有名的就是在澳洲的 叫烏魯魯的地方 對這個什麼世界的中心 對澳洲的中心 澳洲的中心 心臟 其實這個烏魯魯很漂亮 你知道嗎 他一天24小時 顏色都不一樣 而且你繞了一圈之後 你會發現 你從任何角度去看烏魯魯 顏色也不一樣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 這真真漂亮 為什麼會有這個 而且這個是全世界最大的石塊 它是一整塊石頭 就矗立在那邊 到底從何而來 到底是天降奇石 還是地殼造地 也不知道 好啦不管怎麼樣 這個地方被當地的原住民 當作是一個聖石你知道嗎 他們每天都在這個地方摩拜 他們包括成年禮 什麼東西都在這邊做 可是這個竟然是聖石對不對 那當然就不能攀爬 過去60年已經有35個人 攀爬這個聖石 這是爬不上去的是不是 摔死 可以爬上去 爬會摔死 對 可是就摔死了35個人 人家說這就是一個祖宗 對不對 另外說很多人去這邊玩的時候 看到這個石頭 尤其這個石頭常常有那個紅色的 鮮紅色 真的很漂亮 大家就手間 他趕快手間 又把他帶回家 帶回家之後就出事了 對不對 一樣的問題 你看 他就說這個就是一個那個 當地的報紙寫的 他拿了一塊石頭做紀念 回家之後沒多久 竟然戴死 戴死怎樣 對著他衝過來 就撞到他的車子 那個還有照片 很明顯 兩個月之後他的車子 又出了什麼 茂蘭煙 到底什麼問題 那個記事看的也不知道啊 可是在光這個修車 修了一萬多澳幣 那接下來你看 很多他拍的照片